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新娘太难吗 亲 大少爷对不起 老五 别站着了 坐吧 坐 小同学 你别为难 魏管家说 让如意走也是你的意思 我知道不是 老五眼拙 但是看得明白 如意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 这是份情谊啊 你们平时说的那个爱情我不懂 我就知道 如果 心里如果有个人 不管他去哪儿 他做什么 我得跟着 护着 不早了 是 不早点休息 老五 如意的麻烦 都是我带来的 你可以放心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 去保护他 爹 如意 陈少爷 我从来没想过 要让你离开 跟我走 我们去哪儿了 我们去见我妈 跟她说清楚 就算你要离开 我也不能让你背负着 肮脏的流言蜚语 我不在乎 我在乎 在我心里面 你的清白和善良 绝不能玷污 夫人 少爷他又 大夫 把那个丫头给我轰出去 别弄脏了咱们家 我带如意来 是有事要跟您说清楚的 咱们已经说得够多了 夫人 我虽然出身卑贱 但是我有生存 还有捍卫自己尊严的权利 你想跟我谈尊严 当你用仙计和美色 来勾引我儿子的时候 你就再也没有资格 跟我谈尊严了 夫人 我从来没有勾引过任何人 我承认 我对谭少爷 确实有一份情谊 但是我从没有过非分之想 我也希望他跟思若能够幸福 有你在 你觉得他们能幸福吗 妈 就算没有如意的存在 我也不会爱思若 你要尊严是吧 好 我现在就让你尊严扫地 想求我 给我跪了 妈 跪啊 你要尊严扫地 那 太监制了 遭到你以后 真可把她的监制 都能救她 怎样 您应该给他一个公道 不是吧 他这种人就是跪着的命 如意 起来 好 有骨气 那你就继续跪吧 云香 蒙走 妈 譚少爷 你 你为这种女人下跪 本来跪的 最应该是我 因为我喜欢她 我要保护她 你这个祸害 夫人 里愿你也为她跪 我求求你们 别难为孩子 夫人 如意小姐 无非就是想完成她父亲的一个心愿 那就让她完成了再走呗 妈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做 跟如意无关 您就容她 完成她的心愿吧 我可以宽限她几天 我可以宽限她几天 但是事情办完以后 你就要马上离开 永远不许再回乌查镇 妈 你再说半句话 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怎么样 好 我答应 荣誉 如果这辈子 有什么事 是不是 能够anov 吧 很好 乔尔 我们之间有误会 从你开始躲着我 从你准备要离开乌茶镇 你觉得我们之间 还有误会 如意 我想我爱上你了 可你是少爷 你是东家 我们之间不能有感情的 如果我们可以坦然相爱 我宁愿放弃一切 宁愿一无所有 那你将背叛的是你的家族 你的母亲 还有资若对你的爱 就算我们在一起了 你的心当坦然了 亲 少爷对不起 竟然 如果你还活着 你就可以亲眼看见 你儿子和你当年一模一样 爱上一个蛇蝎心肠的采茶 又觉得高兴 还说和我一样痛心 小叔啊 别着急了 有明凯在 如意不会有事的 我担心少爷跟谭夫人冲撞 这笔账会算在如意头上 那我们就真待不下去了 要真到那一步 聚顺心收留你们 初音 是不是谭夫人为难你了 那少东家怎么说呀 我了解明凯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一定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你不是跟我说句实话 谭家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啊 九叔 因为明凯 爱上了如意 爹 咱们离开无查镇吧 咱们走吧 我就说 我就说这丫头是个祸水 你说现在啊 这谭家让他走 佟家让他留 你说这该怎么办呀我们 九叔不都说了吗 玉佩不要了 佟家少爷也没理由为难咱们啊 你会不会跟这佟少爷 又想出什么损人的招啊 我我我怎么会呢 老五别着急 没关系的 童耀东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据顺心的康哥 有何贵干啊 典当 您要典当 当什么 典当 我会不会跟这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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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希望 他们俩要是能在一块儿就好了 会的 怎么可能 如意的态度已经那么明确了 他一定会为了保护思弱和谭明凯而离开的 哥 这次你恐怕要失算了 堵吗 叶子 如意走不了的 为什么 秋乱哥 阿康 妥了 妥了